你有没有想过啊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古代 皇帝们每天吃什么呢 有没有我们现代人吃的好呢 就拿清王朝来举个例子 早餐人家的丰盛程度啊 都快赶上咱们的年夜饭了 根据善底当中的记载来看 光绪21年的时候 皇帝的早餐分为早点与早善两个部分 其中呢 早点就有各式各样元宵一样一晚 火烧一类的饼子树种 粥品呢 有金米以及碧米粥 还有不少五颜六色的窝窝头 接下来啊 才是早餐的正系 也就是早餐方面 口馍肥鸡 三鲜鸭子 肥鸡丝炖肉 炖调子 肉片炖白菜 这些平日里啊 咱们在中餐跟晚餐吃的肉菜 人家都是拿来给早餐开胃的 再接着呢 就是 这些才是用来填饱肚子的正主 你以为到这就完了 那就太天真了 除了前面咱们提到的这些菜系以外啊 清朝皇帝还特别喜欢吃鸭肉 那么早餐呢 定然不能缺少这东西的身影 于是乎啊 什么 口馍烂鸭子 八宝鸭子 燕窝鸭条 溜鸭腰 一样来一份 当然啦 鸡肉跟猪肉也是必不可少的 光吃地上跑的可不行 人家呢 还得弄点海里油的 吃鸡鱼翅味道好呀 整 都可以整 一顿饭吃到快结束的时候 再拿白糖油膏 如意卷等面食 与燕窝三鲜汤 溜溜凤 那感觉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爽 至于午餐呢 就要简单一些了 只有区区二十三样九十八了 关键呢 是人家的晚餐 那架势啊 一点都不比早餐小 先是鸡鸭鱼肉开胃 接着硬菜 咱们啊 就不一一列举了 什么熏鸡丝 塑造五香肉 应有尽有 最后呢 主食随便的用两碗精米粥 糊弄一下 便结束了这一天的饮食 你可能会问了 皇帝吃的这么多 可他们真的有现代人吃的好吗 答案定然是否定的 结合前面咱们提到的菜谱啊 我们可以得知 那时候的皇帝 一日三餐 别看花样多 可深挖下去啊 无非呢 就是鸡鸭鱼肉 换着花样做罢了 而且呢 口味一般呢 都淡得要死 根本呢 不会出现酸辣 这样别具一格的调味方式 其实啊 这都是时代背景造成的 皇帝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高贵啊 几乎是一日三餐 顿顿离不开肉 毕竟在他们眼里啊 自己天天吃肉 才不会折了皇家的脸面 由此可见呢 古人由于思想上的封建 对于自己的健康问题呢 并不是很在意 要知道 人体所需的能量啊 光靠肉类提供的蛋白质 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荤素搭配合理啊 才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 到这儿 大家应该释怀了吧 皇帝啊 虽然吃得多 可现代人 想尝尝他们的吃食 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况且呢 与之对比来啊 我们更懂得如何爱惜自己 这便是现代人的人均寿命呢 要成于古代人的根本原因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对古代皇帝的饮食 有其他看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